有时候一个人他出现 可能就这么几个月 你觉得哇塞 他影响你很深 但是接下来他就不见了 有些人他可能出现了好久 所以在斗树里头 只要这个影响力很深的人 他有可能会影响你一整个流年 更有可能的是 他会影响你好几个大线 嗨大家好我是凯莉 那今天呢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种比较是心灵上 大家很想知道的议题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 就是灵魂伴侣啰 大家会不会很想要知道 你的灵魂伴侣到底是谁啊 其实啊灵魂伴侣的这种定义啊 我们都不要说是什么感情方面 可以所谓的一生一世 或者他就是我情感方面的救世主 白马王子或者是命定中的 那一个宝藏女孩 都不用这样去定义他 但凡只要是对你的人生或生命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等人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灵魂伴侣 那当然影响力很深呢 有可能是正面的影响力 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力 那我们今天呢 要比较focus on的灵魂伴侣 是属于比较是正面系列的 那负面系列的以后 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会比较类似是所谓的 业力伴侣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这个方面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你怎么样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 其实啊有两种方式 我们学过紫薇斗数的人都知道嘛 其实只要一个人 他可以成功画迹到你的命盘里面 那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麻烦上一下我们国际紫薇学会 大根老师的课 还有其他众多我们非常优秀的讲师的课 他们都会告诉你 如何去找出这个画迹的重要的人 那凯莉在这里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 那画迹的部分呢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 他会飞画到你的命盘里头 只要是命功 迁移功 福德功 还有你的夫妻功 那当然夫妻功就是属于感情的面向 那其他的面向都是属于生命跟心灵层次的嘛 只要他可以成功的画迹到你这几个工位当中 原则上他对你的影响力都会非常的大 因为画迹就是一种空缺 一个人造成你心理的匮乏感 造成你心理的不足感 造成你没有他你就觉得空落落的 这一种人你会不会觉得 哇他真的很重要 所以命功 迁移功 福德功 夫妻功 有人画迹到你这几个工位 原则上他对你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影响力有分 力道的深度嘛 深度是什么 他同时画迹到了你的命功 福德功 夫妻功 哇塞 简直你没有他在这几个面向里都是受不了的 这个是一个强度 所以当他画迹到你的工位越多的时候 他对你的影响力就越强 那基本上画迹呢 分大线本命流年都可以的 那只是时间跟空间的不同 那如果用时间的长度呢 因为灵魂伴侣我们一般都希望天长地久嘛 那天长地久就是分时间的长度 有时候一个人他出现可能就这么几个月你觉得哇塞 他影响你很深 但是接下来他就不见了 有些人呢 他可能一出现了之后呢 出现了好久 所以呢在斗树里头呢 只要这个影响力很深的人呢 他有可能会影响你一整个流年 也有可能影响你好几个流年 更有可能的是他会影响你好几个大线 回去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人就在你身边 然后这种人他到底是你的灵魂伴侣呢 还是你的业障伴侣 那原则上呢在催眠体验当中啊 也可以找到所谓的灵魂伴侣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double check嘛 有时候我们在看命返的时候都是很多的脑补嘛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但是你又觉得到底是或不是 你其实也不太知道 那像凯莉有很多个案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呢来做一些催眠的体验嘛 在那个催眠体验当中啊 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你的灵魂伴侣呢 原来上就是有可能在前世近生的催眠当中 可以看得到 那也有可能在回溯的体验当中也可以看得到 回溯体验有可能就是什么童年回溯啊 内在小孩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是创伤系列的疗愈 这一种催眠当中 那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在放松催眠 最简单的放松催眠 你就会有一个重要的人出现了 很特别 因为做过了很多的个案 他们的潜意识会在他们最适合的时候 让他们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潜因后果 那原则上灵魂伴侣的种类 我们来聊一聊 那灵魂伴侣的种类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不一定是情人 他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有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 有可能是你的非常要好的直系写亲至亲 也有可能是你的旁系某一个亲戚 或者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可能是其他旁支的一些远门亲戚 你根本觉得很奇怪的人 他都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毛小孩 你特别特别的跟他有感应的一个毛小孩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理解一下 那他们都是在什么样的时机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呢 灵魂伴侣出现的时候啊 通常都是出现在你人生有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候 人生有重大转折的时候出现的人啊 通常都会是影响你自身的人 或者是这一个人出现而造成了你人生重大的转折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你人生转折的时候他出现了 他会陪伴你或者是跟你一起成长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出现 造成了你无可避免的人生转折 OK那造成生命的影响呢 灵魂伴侣大家都会觉得啊 好像就应该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嘛 啊那其实是不一定的 因为灵魂伴侣呢 他有可能出现的人生目的跟任务 就不一定是所谓的幸福美满 他只是为了要在这一个此时此刻 跟你的碰撞相遇之下 来去引导这一个人生转折 去往一个你未来能够更好 更成长的一个方向去 那未来能够更好更成长 不代表现在就幸福美满哦 有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挫折 你需要move on 他出现了他陪在你身边 那当你已经成长了 度过了这个难关了之后 他可能就走了 这个就是一个阶段任务 那也有可能他从这个人生转折的时候 他出现了 他陪你成长 他陪你一起 他陪你一起度过 就此 那你们就真的就一起在这个议题上面共同的去创造 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可能一个大线或两个大线 甚有可能是一辈子都有可能 那这中间的过程 你可以说全部的幸福美满吗 没有也不一定 那因为陪伴的作用有可能是又要成长 所以他有可能他画记给你又画录给你的时候才有可能就是喜乐参半 但是如果一个人都一直画录给你的话 你其实也不会觉得他有多重要 因为你就只是快乐而已 那所以在人生旅途的长度 灵魂伴侣他可能只出现了一个一小段时间 那是为了要帮助彼此成长的目标 然后当你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之后 那我们就各奔前程 那也有可能是陪伴彼此共度余生 一起成长互相扶持 然后达到共同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使命感 那如何要确认他是灵魂伴侣呢 其实也很容易 其实你心里头一定会知道的 那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废话吗 对 因为有时候真正的道理 你说出来他听起来就会很像是废话 你知道的事情 你只是会去否认他或你忽略他 但是原则上灵魂伴侣会给你的个人感受就是 即便他不在你身边了 你对他也会充满着爱和感激 还有深深的怀念 这个就是最好的辨别方法 哪怕是在过程当中 有喜有泪 然后有苦有悲 不管是他不存在了或他依旧存在 这一种奇妙的感激感恩跟感谢之情 都会一直的长存在你的心中 借此就可以很清楚的辨别出来 那他就是你的灵魂伴侣 所以啊你身边有你的灵魂伴侣吗 还是他其实是 而你只是不想承认而已呢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话 也可以来上我们的催眠课哦 因为我们的催眠课程从头到尾 会经历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催眠 说不定你的灵魂伴侣就会在某一次课程当中 耀然于你的催眠画面里面了 谢谢拜拜